Hello 大家好 这边是麦子学院给大家带来的ECshop 开发的课程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来看一下学习的内容是Smarty的一个使用 我们ECshop的话使用的是这一个Smarty引擎来作为我们的一个模板引擎 所以说我们需要对Smarty的这些知识也做一个讲解 我是分了五个小节来讲我们Smarty的一个标签的使用 看一下第一小节 值得产生 值得传递 还有一个值得接收 总共就是这麽三个步骤完成我们ECshop的一个模板调用 我们先打开我们的这个DW还有我们的Google浏览器 稍等一会 然后再打开我们的这一个Google浏览器 顺便再打开我们的这个运行环境 WAMP 好 打开之后我们来叫做运行一下我们的这一个网站 LockerHouse的复习一下之前的课程 然后这边是LockerHouse的Ademy 对 我也有点卡 什么情况呢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前台首页对吧 之前已安装完成之后我们有预览过的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后台 我们先登录一下后台 以为是用得到的 好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如何来在我们ECshop当中进行一些操作 那首先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就是在我们Index这边输出一个内容 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边有一个IfSmarty的缓存 首页的缓存 如果说不存在 我们就执行这一边 如果说存在的话 我们就直接跳过这一些 直接打开我们的模板缓存 是这个意思 好 那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直接在这边获取缓存的地方 输出一个当前时间 时间戳 输出一个当前时间戳 刷新一下 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 我们先控一下缓存 再刷新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把当前时间戳给输出了 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 好 就没有了 好 没有了 那我们在做账的时候的话 就希望要一个所见及所得 就是我们修改之后 刷新就达到效果 那我们需要做一个设置 就在我们商店设置中 基本设置 然后找到这个存活时间 我们把它设为0 就相当于我们缓存 就不缓存了 就每分钟都是 每分钟每秒都是自动刷新的 我们刷新一下 这边就出来了 然后再刷新 这边还是存在的 说明我们缓存已经关闭了 这是一个技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值的产生 值的产生 那我们刚才直接输出 肯定不行 对不对 假设说我们要指定 让它在这个地方显示时间 我们直接输出 肯定是没办法定位到这个地方的 是不是 这是一个假设 那我们先来做一个值的获取 值的产生 $A等于1$B等于2$C等于$A加$B 那我这一个的话就是产生的一个值 我们直接用一个给输出来一下 刷新 这边是3 对吧 这样子我们直接输出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现在是想让它在我们的这个模板当中输出 好 模板当中输出 那这个的话就涉及到我们这一个值的传递 值的传递 那我们下面这边非常多值的传递 我们直接复制 粘贴 C 然后这个也是C 好 然后我们再刷新看一下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果 刷新 发现是没有任何变化 再刷新 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对不对 那我们需要在前台显示 怎么来显示呢 就是值的接收 好 那值的接收有三个方式 一个是普通 一个是数字 一个是逻辑值 我只讲第一个 然后第二跟第三的话 我们下面这边会有一个专门的课程来讲 所以我就在这节课不讲了 大家如果说想知道的话去预计一下 这节课我是讲一个普通值的一个输出 就是用两个花括号加上一个$符号 然后模板中的变量是哪一个呢 模板中的变量就是这一个模板中的变量 然后在我们程序的位置是在 在我们程序位置是这个 我现在是负责为C 所以说我在前台只要到了C就可以了 那我们模板在哪里呢 我们既然要在模板当中指定位置输出 我们肯定要找到模板 对不对 我们打开index 我们打开index.php所执行的这一个模板文件 就是对应我们的index.dwt 如果说你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某个php打开的是什么模板的话 我们直接在这边就可以看得到了 It's a cage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当前php所用到的这一个模板文件 好 那我们在模板文件中这边是有一个网站的一个公告 好 网站的公告 我们需要在网站公告的这个地方 好 我们在欢迎的这个前面输出我们刚才的那一个c 好 我们直接这样子c就可以了 然后刷新 好 这边就出来了一个3 看到没有 这边就出来了一个3 好 我们只需要c就可以了 然后比如说我们到了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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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c 好 那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地方改成5个c 好 这边让大家加深一下印象 好 模板中的变量就是这一个变量 好 刷新 好 3还是存在的 对吧 3还是存在的 好 现在23 那23也是存在的 好 就是这样子来复制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值得产生 值得传递跟值得接收 好 嗯 这样子好 然后的话就在我们的模板当中使用 就是用这种形式来使用 好 这种形式来使用 我们现在再把它给删掉 其他操作也是一样 我这边只是用一个简单的表达式来做我们的这一个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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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操作 好 假设说我们要传递一些其他东西过去 好 然后我们用一个prmt 打印出一个公共的config 好 这是一个公共的这一个素组 整张都是生效的 啊 我们 dez freaking out 如果没用的话 我们应该是这一个才对 刷新 好 这边就有非常多啊非常多公共的这个东西 我们假设说要把这一个值传递过去 我们传递一个数组 刚才传递的都是一个普通的字符 现在我们要传递数组 我们直接把这一个放过来 然后这个地方叫做config 叫做webconfig 假设说我们就叫做webconfig 我们再把这个删掉 然后我们在前台怎么来使用数组呢 我们只需要webconfig 还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把公告给删掉 然后用webconfig点我们的什么 这边有个shopernet 就是商店名称对不对 刷新 好这样子的话 我们商店名称就出来了 商店名称就出来了 那为了方便查看 我这边还是把这一个prmp给打开 这边的话只是做一个参考用 假设说现在我们要把这一个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公告 好我们现在要输出这一个shop title shop title就是在这边输出我们网站的这个名称 我们也是只需要webconfig点 用点来获取数组的下标 这是数组的一个传递形式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出现了我们的这一个数组的值 数组的值 shop notice 好 那这个我们就商量了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一个数组 还有一个普通值的一个传递以接收 就是这么简单 大家去做一下实验 还是稍稍比较有意思的 好 那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边 大家去做一下实验 把我讲的这个例子自己做一遍 感谢大家的听讲